大家好,我是林姐妹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们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 那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是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到十四章 那我不知道呢,你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就是当你在看经文的时候,其实有觉得蛮困难的 有很多看不懂 那我很喜欢那个在这一次的《来跟从我的导读》里面呢 他有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裴道潘会长他有劝告我们说 他说如果你一开始觉得经文的措辞用语似乎有些奇怪 他说请继续读下去 不久你就会领悟到那些篇章里的美丽和力量 就是他在2013年的十月属灵安全的关键里面讲到的 然后呢,在这一次的《来跟从我》 他的标题是 兄弟胜过是因羔羊的血 那其实我在上一个影片有讲到说 在Taylor跟Taylor的影片里面 他们有讲到说 当Taylor去参加一个那个研讨会 关于那个启示录的研讨会 有一个学者就说 可以用四个字来 概括说明启示录 用这四个字来总结启示录 就是神胜了 撒但输了 甚至你可以用两个字来说 就是神胜了 所以我们如果等一下再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不懂的事情 我们可以先专注在 我们已经懂得已经有被启示的事情 在他们上个影片他们也有讲到 就是神如果要给人启示 他就需要负责说明这些事 如果他没有说明 那我们不懂 没有关系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好所以在这次的内容当中 也有谈到说 一位妇人在生产的艰难时期 疼痛呼叫 然后再想象就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脚盘旋在这妇人的身上 准备要吞吃他的孩子 所以这个妇人跟这个大红龙 跟这个孩子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所以我们也会谈到这个部分 然后就这一次的导读里面 又讲到说要理解 约翰启示中的这些经文呢 就要记住这些意象是代表 神的教会跟国度 以及神的教会跟他的国度将面临到的危险 所以呢约翰 对于约翰那个时代经历的严重破坏的圣徒而言呢 战胜邪恶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呢 敌对者虽然不断的在跟圣徒争战 而且有种好像全他的权柄会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可是呢也很难遇见这样的胜利 就是说也很难遇见 就是说因为敌对者一直有 好像有很大的势力 所以我们也很难看到这样的势力 不过呢胜利 不过呢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的结尾 就有荣耀的显示说 良善宗教 宗将战胜邪恶 巴比伦必会倾倒 而圣徒将穿着白袍 从大患难中出来 那不是因为他们的袍子从未被沾污 而是因为圣徒已用羔羊的血 把衣上洗白净 衣上洗白净了 好所以呢这些事情呢 如果我们很不懂的话 我们有被提醒到第六章到十一章 其实大部分在讲的是地球上的一些历史事件 但是特别是讲到后期的 后期时代的 好如果你看有七个封印 你不了解那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 因为当初约瑟斯密也不了解 所以他就去寻求启示 所以呢就有得到的启示 就是在加一口上约的七十四 七篇的六道七节就讲到说 那约翰看到的那个背面 用七个封印封住的书 那要做何解释呢 神的答复就是 那部书中包含神与启示的旨意 奥秘和事公 这大地呢 持续存在着七千年 或大地属世存在的期间 所以七个封印 每个封印代表一千年 七个封印就代表七千年 然后呢也 谈到有关神罪 这大地管理所隐藏的事 所以这个 这个七个封印的解释就是 第一个封印就是包含 一个一千年 第二个封印是包含第二个一千年 依此累推迟到第七个 但是呢 也不会刚刚好就是一千年就这样切 所以我自己比较觉得 他比较像一个福音期 因为比方说我们这个福音期 虽然是第六个福音期 可是我们的前一个福音期 应该比较属于耶稣基督 那个时候是 丰满时代的福音期 可是耶稣基督离我们现在 其实不是只有一千年 所以可能是耶稣基督时代 还包括那个摩尔门经时代的 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 所以我觉得他也不会刚好是一千年 也不会是一千一百年 搞不好比一千年还长一点 也说不定我自己觉得 OK 但是他这里面讲到就是一千年 但是不会刚好一千年 然后呢 约翰获得启示的一个部分 他就看到就是神的高仰基督揭开了 封著的书的前六印 然后第六印揭开的时候呢 约翰就看到大患难 接着就是神的仆人的异象 然后他们是透过主的救赎之血获得解禁以后 然后就在宝座上敬拜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部分 那第六个封印很清楚的在谈到的是我们 好 所以我们要稍微来讲一下这几个封印 可是你要看一下 其实在讲这几个封印的时候 前面四个封印 其实约翰用八节经文就讲完了 好 那第五个封印用三节经文就讲完了 没有 就十一对 三节经文就讲 可是后面呢 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第六个跟第七个封印 应该说特别是在讲第六个 对六跟七个封印 所以我们稍微把一到一到八 我其实会念一到四而已 因为呢 我特别去看了英文版的经文 那他也没有解释什么 所以就是我只能就我看到的 然后读出来 然后稍微帮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一到四他有说明一些些 他就说 我看到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好来这里的活物 你知道虽然他讲的是活物 然后呢 英文 他给他的说明是基禄伯 好 我们都 我们知道那个基禄伯是那个天使 我希望我不知道有没有写错 基禄伯 好 所以呢 这个活物其实是使者的意思 好 然后就声音如雷说你来 我就观看 剑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拿着工 并有冠冕赐给他 他就出来 胜了又要胜 好 所以我自己认为第一个一千年 当然就是亚当跟夏娃的那个时代的福音 然后他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看到第二个活物说话 说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色的 有权柄给的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好 那这里呢 他给的经文是 第一个 他就讲到是摩西书的第八章的22 28跟29节 所以第二个 第二个那个 第二个一千年 他谈到的应该是挪亚时代 好 然后呢 讲到那个从地上 夺去太平 他用的是教义和圣约 教义和圣约的第一章的35节 他说 因为我不偏待人 还要让全人类知道 日子很快就到 时辰虽未到 但是临近了 和平将从地上取走 魔鬼将有能力统治他自己的领域 好 然后再来就是到第六个封印之前 英文版都没有特别说明 所以我也就不再多做说明了 但是看到那个第九节 他说揭开第五个印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下 有为神的道 并作见证 并未作见证 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 生流血的烟 要等到几时呢 好 所以呢 这里我自己觉得 这个福音期应该是 那个 那个 丰满时代的福音期 所以是基督那个时候的福音期 的确有很多他的门徒 为他牺牲 然后当然还有主的牺牲 好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来到了 再来就来到了 我们的福音期 所以要想一想就是 我们其实用很短的时间 把这几个福音期讲完了 但是约翰的重点是在讲到 末世在我们的后期时代 所以这个是在神吩咐 约翰要写下来 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对神很有价值 那也应该对我们很有价值 值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去学习跟思考 而末世时代的确 世上的邪恶 让我的确蛮困扰的 但是我又很感谢在这个末世时代 有主的福音 可以带领我们 可以帮助我们抵抗邪恶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第六个属于我们的福音期 有发生什么事呢 好从十二节开始 他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到地大震动 日头发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余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 一般天就 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林 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好所以呢 其实在我们的福音期 特别是要揭开第七印前的 这个最后的福音期 其实有很多的天灾 OK 所以看起来有很多的天灾 而在那个时候 他又说了 他又说了 那个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父户 壮士和一切为奴 为奴的自由的都藏在 山洞和岩穴里 像山河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宝座者的目光 和羔羊的愤怒 这个时候 到那个主要第二次来临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些邪恶者 是真的会惧怕的 是因为他们真的看到了 主要来临 OK 所以 这个是 虽然看起来我们现在邪恶也很 很 很大 很有势力 可是对我们来说 真的我们也需要想想 这些事情 神他其实还是有准备这些力量 要来抗 就是要来 就是 帮助我们 去抗拒这些事情 所以我很喜欢 在尼斐一书的 十四章的 十二到十七节 就讲到这些部分 然后我觉得他 形容的非常的贴切 讲到我们这个时代 他说到就是 在这个时候呢 主的教会的势力很小 好来 十四 然后讲十二节 他就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看到 羔羊的教会 他的树木很少 那是因为 那坐在种水之上的 苍记的邪恶和正行所致 然后我看到 羔羊的教会 及神的圣徒 在整个地面上 因为他 而他们在地上 地面上的势力很小 那是因为那个 我所看到 看到的大昌记的 邪恶所致的 好 所以 主的教会的势力很小 人数也比 其他的教会少很多 但是 我很喜欢十四节 他说 我尼斐看到 神的羔羊的 大能降在 羔羊教会的圣徒上 也降在那些 分散到 整个地面上的 主的约明身上 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 以众义 并以神的大能武装此来 所以虽然主的人 人数少 人数少 但是呢 这些人有主的大能 而我们要不要有主的大能 端看我们会不会服从主的诫命 所以最后呢 那一日呢 第十七节就是 当神的愤怒 请注意 苍继之母身上 那日来到 苍继之母就是世上 那大额可证的教会 其建立者是魔鬼 那时在那日 主的事工就必开始 为旅行 他与他人民 以色列家族所立的圣约 而预备道路 所以 神是有准备的 神认 这个邪恶势力继续的 扩展下去 只不过是因为 他要让这些正义者 有最好的选择 好 所以在 约翰就看到了 主要为 他的二次来临 所做的准备 还有高荣的意向 所以在第七章 又开始看到 他有看到 比方说 他有看到 四 有看到那个 比方说第一节 他说我看到天使站在 地的四角 只长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 树上 我又看见 有另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像那些得着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 四位天使 大声喊叫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 我们神的众仆人的额 所以开始会有毁灭天使 出现了 然后看到这里 我就会想到 当摩西要带领 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神也派遣毁灭天使来 而这毁灭天使 会越过哪些人呢 越过的那些 在他们的门楣上 点羊血的人 羊羔的血的人 OK 好 的那一家啦 应该说 那个时候是那一家 好 那我们呢 他要在我们的额上 额头上做记号 所以他到底要在我们的额头上 做什么记号呢 到现在 那个以色列人 都还会在 他们头上放一个小小的经文甲 来做记号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记号 到底是什么 OK 我们可以做的记号 到底是什么呢 好 记号 记号 记 我真的想不出来 记要怎么写 好 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呢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立约的记号 是一个遵守诫命的记号 是一个我们 可以让毁灭天使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是遵守诫命 我们是立圣约 并且可能我们 是穿上家门的人 虽然当然他那个可是 那个有点像科幻剧 这样子 你就发现这里有 然后天使就发现了 但是我不晓得天使会怎么发现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们过福音的生活 我们自然而然 会有一些印记在我们身上 然后呢 这些天使就会看到 然后他就会像越过那些以色列 涂了羊羔的血的这些家庭 然后呢就越过我们 然后就讲到说这些人有十四万四千 但是这里一定也不是完全是这样 而且他讲了这十四万四千 是讲的是大祭司 然后呢 所以 再来他就讲到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第九节到十一节 他就说 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缕束 大声喊着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 也归于羊羔 中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中天使并似火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浮于地敬拜神说 阿们散众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指导永永远远 好这些人呢是穿了 身穿白衣好不好 身穿白衣 谁能身穿白衣呢 也进过圣殿 做过教育的人 对吧 然后这些人 他们拿着棕缕束 棕缕 棕缕束 好 拿着棕缕束之 好这个棕缕束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耶稣基督光荣的进城的时候 人们拿着就是这个 在欢呼 在颂赞 在迎接 高兴的迎接神的来临 而这些相信一定是相信神的人 所以就有长好问说 那些穿白衣的是谁啊 哪里来的 所以我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上洗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 侍奉他 坐在宝座的要用藏幕复辟他 好所以呢 这些人是什么 在大患难 虽然有大患难 可是他们是用羔羊的血 羔羊的赎罪之血 克服这些大患难的人 好 这些就是相信基督 这些就是坚守他们的信心 一直在做所有应该做的事情 而我们是做到这些事情了吗 好 所以呢 然后稍微解释一下 那四个天使要做怎么解释 加以和圣约的那个解释是 他们是奉神差遣的四位天使 获得管理大地四方的能力 要拯救和毁灭生命 这些天使有永久的福音 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有能力关闭竹田封印到生命 或丢下去丢到黑暗的领域 然后呢 那个从东方上来的天使 要怎么解释呢 那个天使就是获得活神的印记 管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那位 所以他向四位拥有永恒福音的天使 喊叫不要伤害他 不要害伤害海 也不要伤害树 使到我们印了我们众神 我们神的众仆人的额为子 而你们若肯领受 这个人就是要来聚集以色列各支派 并复兴万物的以利亚 好 这个天使从东方来的天使 就是以利亚 好 来 再来呢 然后这一章里面说的事情要在什么时候完成 然后呢 还有那些 在第六个一千年要揭开 第六个印的时候要怎么样完成 然后呢 好 然后就有讲到说 这十四万四千个人 是谁 是他 那个 加以和声约的解释是被封印的大祭司 他们要被案例到神的神圣序位 足理永远的 足理永久的福音 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 由获得管理地上万国之能力的天使案例的人 要带领所有愿意归向长子教会的人 好 所以呢 这些人是做了这些事情的人 而这些人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 好 所以从刚刚我们有稍微念一下 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之前 好 所以他们有宝座要用葬墓护弊他们 然后他们不再积不再渴 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永生生命水的泉盐 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好 所以呢 这些人可以到神的宝座 好 然后呢 他们还可以受护辟 受护辟 然后呢 而且他们还可以不再 再来 鸡跟渴 也 日头 跟炎热 都不伤害他们 好 日头跟炎热 不伤他们 应该说无法伤他们 应该说无法伤他们 好 再来呢 还有就是 他们可以到生命水的泉盐 可以到生命的泉源 生命圈远 然后 不再悲伤 因为神必擦去他们的眼泪 不再悲伤 悲悲悲 好 不再悲伤 所以这些是神对这些人的应许 所以再来就要解开第七印了 好 所以呢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就是 在教导我们 如果 再还没有讲第七印 前再先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 如果我们可以忠心的忍受这些苦难 透过耶稣基督变得纯洁 就可以跟神一样 同意讲高荣的荣耀 比如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就说 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像 出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 那阿尔玛书的第七章的十四节就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必须悔改和重生 因为灵说 如果你们不重生 就不能承受神的果 所以来接受悔改的洗礼 使你们的罪得洗净 使你们对神的高仰有信心 除去世人的罪 他除去世人的罪 他大有能力 并能拯救 必敌界 敌尽一切的不义 好 这个是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接受洗礼 我们要接受救赎的赎罪的大能 所以那个摩尔门 摩尔门 摩尔门书 对摩尔门书 又第九章的第六节又讲到说 你们这些不相信的人 转向主吧 奉耶稣的名 恳切呼求父 使你们被高仰的血洗净后 或许能在最后的日子 被判为无瑕 纯洁 美好和洁净 好 所以摩尔书的第十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就说 是的 归向基督 在他里面成为完全 摒弃一切邪恶 如果你们摒弃邪恶 尽能尽意尽力爱神 那么他们的 他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 如果你们能借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 如果你们能借着神的高仰在基督里成为完全 你们绝不可能否认神的大能 还有 如果你们借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 不否认他的大能 那么你们就可借着神的恩典 凭着基督所流的血也就是在父的申约中免除你们的罪恶的血 在基督中被圣化 那么你们便能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 那在和圣约的五十八篇的四十二到四十三节 就讲到说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 我主不再记住那罪 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 看啊他将认罪并弃结罪 所以如果我们做到这些事情 我们将来就可以跟神一样同享平安跟安息 我们都可以在高荣国度里面就获得更多的祝福 所以呢我们就要再讲了 好那个第八章我们就要开始打开第七个印记了 所以就讲到就有人问了 为什么要在灵性上做好准备呢 OK那个启示录的 那个佳和圣约的第七十七篇的十二到十三节就问 他说启示录第八章里提到的吹号角要怎么解释啊 他说解释就是神在六天内造了世界 在第七天完成他的工作并加以圣化 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真如这样在第七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 主神要圣化大地并完成人类的救恩 审判万物并将救赎万物 除了他封印万物到万物的结局时 没有放进他能力内的以外 而那七位天使吹号就是在第七个一千年开始 他的事工准备和完成在他来临前预备道路 所以第七个一千年就是千禧年了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稍微谈的 而且在第九章里面要讲到这些事 启示录第九章里面记载的事情要在什么时候完成 这些第五个天使吹号角 第六个天使吹号角 这些事情怎么样完成 他说那些事要在第七个印揭开之后 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完成 哇所以先会有一些大动荡 还没有真正 耶稣基督还没有真正来临的时候 都不叫千禧年 而在千禧年真的之前会有一个大毁灭大灾难 所以那些没有办法那个配衬的进入中容国度的人 就会在那个时候离开世界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学 我们要开始准备好能够来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 因为会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所以希望我们因为有学习就帮助我们能够避开这些末世的灾祸跟邪恶 好所以呢末世时代是什么时代 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主第二次来临前的时代 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十九章就有说 我好把你们末日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 而那个另外一节经文也讲到就是那个约伯记 他有讲到就属主末了必站在地上 然后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讲到 末后的日子主的殿必尖利 然后呢在提摩派后书就讲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而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的三到七节也讲到 后期必有好绩效的人不相信第二次来临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不相信 别人可能不相信 但是我们到底相不相信 然后关于主第二次来临前会发生的种种事件 纳尔逊会长就做了这样的教导 他说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将从现在到他再次来临的这段期间 执行一些极其伟大的事工 那我们会看到奇妙的迹象显示 父神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在威严和荣耀中主领这个教会 就是他在2018年4月总会大会给教会的启示 给我们生活的启示的这篇演讲 一面讲道德 好所以呢在这里 后期时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事情会教导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有那个 第十第八章就讲到 这个是迁徙年开始 好迁徙年要开始 第七印 就是迁徙年要开始 然后再来呢又讲到一些 第十章的一到三节 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 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 好再来呢 在八到十一节 他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 天使对我说 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 多亡在所欲言 好所以呢 这个是在讲那个小书卷 然后呢 小书卷到底是什么 那在加一和圣约的七十七篇的十四节 对这件事情有解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七十七篇的十四节 他说了什么 好他说 那小书卷怎么解释呢 他说那个解释 那小书卷是什么 是一项使命和教仪 要他去聚集以色列各支派 看啊这位就是以利亚 根据记载的 他必来复兴万事 好所以是一个使命 小书 小书是使命和教仪 小书 是一个使命跟教仪 然后呢 要做什么呢 要做什么呢 这个他就是要来聚集以色列 跟复兴万事 所以他要来聚集以色列复兴万事 这个使命是聚集以色列 跟复兴万物 加复兴万物 好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这样 然后呢 再来呢 约翰又看到一支由各名各族 各方各国组成的大军 然后呢 要来毁灭耶路撒 但是那个约翰所写下的内容 也指出说 神要差遣两位见证人 来阻挡这支大军队 42个月的时间 让他们无法达成其目的 好 所以关于这两个 那个见证人到底是谁 好 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11章的3到6节 就讲到这两个人 他说 我要时 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 传到1260天 他们就是两颗橄榄树 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 如果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 从他们孔中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这两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 天必再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便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祸攻击世界 好 这两个到底是谁 好 第15节就有讲到说 他们是要在末世在复兴时代的先知 为犹太民族兴起的两个先知 要在犹太聚集 并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建造 耶路撒冷城后向他们预言 但是这个两个人是谁 没有说 好吧 我看一下 他有没有给什么 两个见证人 没有 完全没有讲名字是谁 所以只有说就是两个先知 要做这样的事情 好 然后呢 再来就开始发生一些事情 好 就 第11章的7到10节 就开始发生了 好 等一下 7到 7到 等一下 7到10节就说了 所以 就开始 有什么呢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些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弊 与他们作战 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 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 钉十字架之处 从各族 各方 各民各族 各方各国 有人观看他们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赠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成交 住在地面上的人受苦 我不知道耶 我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感觉是 这两个好像 我的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是约瑟斯密跟他的哥哥 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是否是真的 我没有讲到就是在橄榄山上 好 橄榄山上是在哪里呢 好 就是在十一章的第九节 他有讲到 看一下哦 作证 把他 丁在 好 没有写 第九节 好 就是丁他们主丁十字架之处 好 主丁十字架之处 他没有很特别讲到什么 对不对 可是主丁在十字架的地方是哪里 是橄榄山 那 那个 应该不能这样说 主丁十字架不是在橄榄山 就是 救主在 克西马尼园有受苦 那是他在橄榄山 是受苦的一部分 然后主就要去 将来要跟这些国争战的地方 也是在橄榄山 而这些国就是 救主要向世界 显示前要毁灭犹太人的那些国家 好 所以呢 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就说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到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上到前来 他们就架了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体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地大震动 成就他了十分之一 因此 正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于神 那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 四章三到五就说 那时耶和华必出去 以那些国征战 好像从前征战一样 那日他的脚 必站在耶路撒冷 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 山也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你们要我从山的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 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撒 你们逃跑 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 逃避大地震一样 耶和华的神 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在 然后加利和圣约就讲到说 然后主的脚就必站在山上 山要列武成两半 大地要颤抖 东倒西歪 诸天也将震动 主将发出他的声音 大地各端都会听到 大地各国都将哀嚎 凡嘲笑的将明白自己的愚昧 灾难将笼罩 嘲弄者 藐视者必被烧毁 凡事迹作恶的将被砍下来 丢进火里 所以就有犹太人望着我说 那你手上和脚上的这些伤是什么 然后我要告诉他们 这些伤是我在我朋友家里受的 我就是被高举的那位 我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我是神的儿子 然后他们要因自己的罪恶哭泣 然后他们要因破害了自己的王而哀哭 所以这是救主一直在告诉我们的 这些人会因为他们的选择 而将来后悔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现在短暂有这些苦难就放弃了 因为虽然邪恶跟毁灭一直都会发生 但是主也同样应许那些跟随他的人会得到灵性上的 获得援助跟灵性上的保护 所以也会有一个和平之地跟避难之城 跟安居之地就是西安 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会出现 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描述的 在佳和圣约四十五章的六十六到七十一节讲的 那要称为新耶路撒冷是和平之地 避难之所是至高神的圣徒的安全之地 神的荣耀在那里 主的可畏也在那里 所以邪恶的人不会到那里去 那里要称为西安 邪恶的人当中凡不愿意拿起刀剑 对付自己的灵人的为了安全都必逃到西安 天下各国都聚集在那里 只有那里的人不会彼此征战 恶人中间会这样说 我们不要去攻打西安 因为西安的居民是可畏的 所以我们无法对抗 事情将是这样 一人将从各国聚集唱着永远快乐的歌到西安来 所以西安是哪里 西安是现在各个支联会 所以如果有灾难的时候 我们记得要到各个支联会去聚集 然而虽然我们一直这样讲 但是呢这些战争仍然会继续进行 不过我们先就在这里停了我们的部分 我要说的是 我们在这里战争在进行 好 这个战争就这样从天上打到地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2章的7到17节 首先他说在天上就有了战争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骨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到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了 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所以诸天合住在其中的你们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 不多就气愤 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 好所以呢 从天上 没有天上的战争 天上的战争 好 那时候就是 那个嘛 撒旦输了 那撒旦输了呢 撒旦输了 就不放弃 他还是又什么 又跑到地上 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地上 有这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邪恶势力 神也容许邪恶的势力下来了 而为什么天上会胜呢 当然是因为 羔羊的赎罪之血 所以羔羊的血的力量 跟他等到的力量 好 跟他所教导这些话语 跟他教导的这些真理 让我们战胜了 在圣殿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龙自己被摔到地上 就逼那身男孩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赐给妇人 教他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被养活 一载 两载 半载 蛇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地确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蛇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他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手诫命 为基督做证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那这个很 就是很清楚的龙 就是那个撒旦 然后呢 这个妇人就是神在地面上的教会 然后呢 还有就是 那个孩子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 要记得 所有的好事 都从神而来 那 邪恶的事情 都从魔鬼而来 他不断的 要跟神做什么 做对 而且邀请 要说服 世人犯罪 不断的做邪恶的事情 可是呢 神却不断的 邀请人为善的 所以呢 在摩西书的第四章 一到四十一节 就有讲到说 一到四节就讲到说 我主神对摩西说 你奉我独生子的命 的命 命令撒旦 就是从太初起的同一位 然后他曾看见我说 看啊 我在这里 太前我 我要做你的儿子 然后当然 就是用这样的力量 把他什么 就去克服了撒旦 然后 加一和圣约的29篇的 36到37节就说 亚当受了魔鬼的诱惑 所以就被 就去吃了这些禁果 这样子 然后才开始有 这个选择权的开始 所以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天上的战争 就是因为撒旦输了 所以有三分之一的零 跟随他 从此都失去了 拥有骨肉身体的机会 那也一直就希望 我们可以犯错 然后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小心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纳尔逊会长的妻子 温特纳尔逊姐妹呢 有在一场青少年的祈祷 会有分享的这段话 他说 他邀请我们具体的去想象 跟感受一些事 他说 陈思我们在前身 是怎样的人 以及如果经历到 纳尔逊会长姐妹 所说的事情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讲到呢 先知约瑟斯密有教导说 如果你能凝视天堂五分钟 那么 你对那个主题的了解 会比你终身研究 所了解的更多 那那么 请想象一下 仿佛你能够凝视 自己的前身十分钟 当然我们都了解 主睿智的在今生 和那些记忆之间 放了一道慢子 但是现在请想象一下 如果你或准可以观看 自己的前身十分钟 这对你的人生 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是在2018年6月3号的 全球青少年祈祷会 温迪纳尔逊姐妹的 以色列民权力起的 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 所以 我们真的 有没有了解 自己的前身 其实在天上的会议 已经做出了选择 要跟随救主 然后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的来 坚持我们当时 所做的这个选择 一起继续来抵抗 这个邪恶的力量 当然就是这里也讲到说 米迦勒彤他的死者 然后这些讲的就是 亚当跟神的其他正义的 灵体儿女 那总会会长团的 达林乌克斯会长也教导 前身和我们当时的行为 他是这样强调 他说 在天庭会议中 附向他所有灵体儿女 介绍他的计划 包括城市生活的 各种结果和考验 从天上来的帮助 以及荣耀的终点 他说我们从一开始 就看到终点 降生到世上的人数不胜数 的人数不胜数 他说降世到世上的人数不胜数 而他们都选择了负的计划 就是在前身已经选择了负的计划 并且在随后的天象战争中 为之奋战 就是他在2020年4月 这个伟大的计划你们讲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忘记这些 我相信所有人都忘记这件事 因为毕竟这是前身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 好好的祈祷一下 而在这里讲到就是 由于救主跟他的赎罪的大能 撒旦就是会被摔在地上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对救主没有信心 我们真的需要去培养信心 来帮助我们知道 撒旦是有能力克服邪恶的力量的 如果在圣殿你就会知道 主的仆人就是说了这 说了话就把撒旦赶走了 我都一直在想为什么 我相信撒旦比我们更清楚 救主的力量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知道 他也承受过那个力量 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诱惑那些不清楚的人 然后拐骗他们去跟随他 但是我真的知道 神已经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 从一开始他就看到 他让邪恶者去施展他的力量 只不过是因为要让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 做最正确的选择 来显出我们的信心 然而在这个时代 当邪恶跟真正的力量 一直在争斗的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一起协助来聚集以色列 来帮助这些神将来的战争 也再次的胜利 当然一定会胜利 只是我们要不要投入胜利那一方而已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选择 我真的知道这是后期的时代 是神耶稣基督要第二次来临的时代 之前的最重要的准备时期 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准备 一起来站在正义的一方 并且选择正确 所以可以将来也站在胜利的那一方 享受所有胜利的果实 而这个就是我在这个部分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好 我是林姐妹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你已经把整个影片看完了 那非常高兴呢 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 跟讨论这些抚印的内容 那我要邀请你可以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不错 请你在YouTube的频道当中呢 按赞 那第二个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请你订阅这个频道 甚至把这个频道的内容 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帮助他们也能够受到巩固 被坚强 让这个福音也有机会 来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坚定 能够更持守的握紧铁杆 也希望这个福音都能够带给大家幸福 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这样说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你说 так 哪有个都是 我们 massive 这个有点